嗨 各位 大家好 首先感謝資社會來我們意偶數位 那我請問這次慶勝參與1GDC的會場 然後我在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些 我在那邊所體驗到的一些東西 因為剛才我們的手機勝技師已經跟各位分享了很多 非常不錯的遊戲引擎的意義 跟接下來一些新的技術 所以我可能會分享的是一些 我對於在製作的時候 一些心態應該要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第一個的話 我首先會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是屬於DICE所帶來的一個例子 那那個時候在課場裡面跟我們展示的是 Physical Sun and Style的一整個系統 為了他們接下來的一個遊戲叫Mirror's Edge 接下來要出來的一整個場景 所做的一個打燈光的系統 在整個系統裡面開發的是有太陽光 也有月光 還有 因為他們本來就需要的是完全依照物理環境所產生的光源 所以一開始呢 他就會先訂定的是一個統一規範 他們訂出來的規範的時候 你就完全依照這種方式來處理 他們只能開發的系統 你就完全會依照 我們先講好了 接下來 在整個動畫產業 在電影產業 還有遊戲產業 接下來已經進入到 所謂的Physical-based rendering的一個領域 所有的材質的物理現象 全部都 所有材質的行為 都依照的是真實物理光影 針對物件所產生的反射 的行為所寫的一個shade 那他們呢 在裡面直接開發了一個Physical Sun and Style 依照真實物理現象 來處理整個打燈的部分 在他們訂定完了之後呢 把所有的全部都統一 接下來呢 他們就依照這一規範 開始訂定他們所有的材質 接下來呢 因為他們開始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當某些的材質 依照那個原理 然後放到層級裡面的時候 反而變得爆亮的情況 所以他們開始問說 會不會是哪邊的環節 產生了問題 所以他們開始進行除錯的動作 然後發現的是 原來他們依照真實物理現象 所設定的太陽光的程度呢 太強了 所以他們稍微的改變一下他的強度 試著在所有的物件底下 看他會不會OK 結果發現其實是OK的 所以呢 他們就決定說 好他們可以開始調整他們規範 我這裡也沒有太多的圖片 所以你們只能看我內容 或者只看那一個 可以 當他們調整規範了之後呢 接下來他們就試著要去再加更多的變化 在他們整個場景 為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 首先他們已經有一個統一的規範 就很像所有的人 全部都站在 跟公司都已經站在他們的水平面上面 接下來要一起移動 或是一起退貨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標準的依據 可以讓他們一起移動跟規範 所以呢 對於整家公司整個的調整來講的話 教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這一個是我第一個想要做 各位所分享的是DICE 他們所提供的Fiscal Sound of Style OK 在Mural Stage 你們可以 喜歡我的文化 下一個文化就是 剛才我們硬選人有提到的有關 叫Theory 他們為了接下來的遊戲 Hailbreak 開發了一個角色 非常非常寫實 進行到最大的努力的成就寫實的角色 然後呢 他們也發揮最大的可能 去探索 所有可以加速 他們製程的一種方式 例如說 演員可以其實的表演 然後會在他們的所有角色上面 導演就可以 馬上知道 在整個場景裡面 到底會是什麼樣子的情況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有一個Seed Project GRAP 這家公司是開發 開發The Witcher OK 1 2 3 他們針對他們的Witcher 這麼龐大的系統 這麼多的對話系統 然後又有這麼多的Cutscene 他們應該怎麼樣來處理他們的對話系統 然後動作 角色的行為等等 他們能開發了一個叫做BioLock BioLock System 在這裡面呢 他們開發這一個 是為了提供玩家體驗 還有自己開發的帳戶 舉例來講 他們這個系統裡面的話 就是所有的Animator 在完成Access之後呢 他們只要建立一個基本的資料庫 就是有關動作的資料庫 然後接下來 所有的角色呢 都可以使用這些資料庫 產生更多的不一樣的Animation 那除了這個部分呢 他們的那個系統 可以隨機的依照他們的對話呢 產生不同的Canemar的小度 不同的動作 不同的Idle 然後到裡面 假如動畫師或是其他生理師 認為說他們應該要 針對他們的動作 產生一點點的調整 他們可以即時的 在這個系統裡面呢 直接進行一些 小的Animation的動作的調整 例如說他們有可能要握手 有可能要做 要做著 但是呢 上半身的行為 會是在另外一個Animation上面 所以他們也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做了一個Animation Marks 讓他只有一部分 就是他持續做著 但是上面的時候 能直接取到其他的Animation去進來 所以在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非常不錯的部分 還有一部分呢 就是他們的支援是多過語言 過去我們多過語言 在處理的時候 會發生一些情況 就是同樣一個Animation 結果 便沒有 就是Timing便沒有對上他們的對話 但是他們的系統 卻可以依照他們整個的對話程度 來稍微的按一下按鈕 他們就可以縮放他們的動作 然後去對準他們的對話 OK 所以 我用這三個例子的話 是想要表現 或者是對我什麼樣子的感觸 當然並不是今天告訴各位的 假如這邊的老闆 或者是神社機師 或者是美術人員 告訴你們說 哇實在太棒了 我們回去的時候 應該要告訴你們公司 一定也要告訴你們公司 其實並不是 我今天找到提供的部分 就是一個 這三家公司 他們對於自己的產品 非常非常了解 所以他們進去需要什麼 例如說 Ninja Theory 他們知道他們的主要角色 就是那一位女性 所以他們的情況是 這位女性 在給所有人看的時候 得到一個最真實的體驗 所以他們花非常非常的經驗 找了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把他們 尤其是有一個 3-Level 這家公司 把他們的表情做得非常非常棒 那Mirror Stage又是什麼樣子呢 他們拍到Fisco 上面的Sky 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的整個場景 將會是在一個 開放性的空間 那麼他又期望的是 可以把整個的環境呢 就依照一定的規範 來處理 這樣他們就會有一個 統計的規範可以依循 而且又可以給我們 比較真實的感覺 那最後City Project Red 則是為了要給 他們的自身 在開發的時候 一個最流暢的體驗 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在所有的不同的軟體之間 來來回回 在那個City Project Red 那時候最後 有位 觀眾他們 最後在問問題的時候 問了City Project Red 這個Studio 我問問說 大部分的人 到了對話系統的時候 放那麼暗 跳步 我為什麼可能 他花那麼多的時間 在這個上面 他們回答 就是大概一次 他問了就說 他們認為 在這整個的遊戲裡面 這個 所謂的故事的分享 跟對話的系統 是在故事闡述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他們願意 花時間 去把這個系統學到最好 我認為說這個心態 就是我今天 所想要跟各位所提的部分 不是那些技術 OK 技術那是另外一個事 這個心態就像是 我們知道 我今天想要做什麼 重點是什麼 所以我期望的是 我要把它做得最好 會有這種感觸的原因 是因為我曾經過去 一到一種案子 其中一案子 他們進來會告訴我說 其實現在的設計師 並不是每個人都在意品質 我會心裡想說 那為什麼要當設計師 OK 所以 那我們還有一種 一到一種情況 當參與案子的時候 導演自己喜歡下來 變成設計師 他們要做東西 然後呢 設計師想要當城市設計師 美術設計 想要當城市設計師 那城市設計師呢 又想要當美術 那情況呢 就在旁邊不太光光 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 到底會怎麼樣的心態 可以讓我們這個整個遊戲呢 順利的產生 接下來我想要提供呢 就是一個 成功呢 其實就像追求幸福 追求幸福啊 曾經有一些課 曾經在美國有一堂課 是告訴別人說 怎麼樣要追求幸福 追求幸福 是不是有一個很明確的道路 可以讓我們追求 其實並沒有 那該怎麼辦 那為什麼開始開課 他那個時候講的 一個非常非常簡單 一個例子就是 假如今天要追求幸福 那又沒有一個明確的道路 假如有一個明確的道路 大家又沒有到有幸福 但事實上並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假如要這樣子的話 就把所有可能造成不幸福的 你就把它避開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今天成功呢 也像是這個樣子 假如你今天要追求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當你們已經一定的目標 這個時候呢 必須要把所有 會有可能影響你們成功的案例 全部都排除 OK 假如你們今天發現 有一個公司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注意人事 那你們覺得說 他們有多少時間 會在管理大家 他們的遊戲的地址上面 或者是他們要花多小的時間 去關心今天的龍蝦 到底他們的遊戲 來講的話 到底是不喜歡 OK 所以呢 這裡的話 有兩張圖 這兩張圖 其實有非常有用力 非常有用力 第一個的話 想要產生的 比如說 左邊的螃蟹 在一個盒子裡面 基本上它是要闡述的是 一個叫做 螃蟹效應 螃蟹效應就是 有些人其實想要往上爬 其實大家也會想要往上爬 但是螃蟹會造成的情況 當球隊一起往上爬的時候 他會把其他人抓起來 OK 假如公司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就 可能要稍微調整一下 另外一個的話 你要限制設計師 或者程式設計師的發展 當你們給前設計師 跟一個女主 一定的時間的時候 你等於就已經限定了 他今天最好 你知道到哪裡 但是接下來 就會需要他控制 使用什麼樣子的軟體 基本上不需要 他們可以發揮公司 所有的可以使用軟體 把他們手邊的東西做到最好 只要可以遵屬的是公式的風格 OK 那為什麼我想講 因為我之前也有遇過一個畫面 他今天在過來的時候 他今天 為什麼你今天要這樣做 為什麼你要使用這個軟體 你為什麼不要流程 然後我在使用軟體的時候 他請我也準備了一個 MAX的檢查案 然後方便他檢查 我會等於說 我們不需要花其他的時間 再去準備一個另外的檢查機器 對於他來說 護學會覺得說 他今天軟體質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但是對整個製作軟體的時候 其實這樣 花了快要來多的時間 所以這一個呢 右邊的這一個 也有一小小的盒子 那一個是所謂 想要表達的是所謂跳蟲效率 跳蟲理論 它是什麼樣子的情況 它是說 當我們 跳蟲基本上 可以跳1.5公尺高 可是當它發生一個盒子裡面的時候 帶到很遠的地方 或是過一段時間 再把它打開的時候 它最後就只能跳得到 那也要做得正好 這是非常大遺憾的一些事情 所以假如 你今天 或者是有些公司 對於他們的設計師 就一直要求說 你就到這樣去肯定 你今天不要做 我問他又不要做 那沒有成全磋磨練的情況 接下來 忽然給他一個比較高品的周期 他們會去 我這樣舉個例子 過去的話 我曾經製過了一個 兩天會需要處理一個人頭 然後三天的話 大概要完成一件 大概得到一個完成品 小鑽還沒有的話 那就必須要第四天一定要完成 OK 可是假如 一直持續都這樣子 那實驗性就要說 OK 那價錢就給我這些時間 那我就一直看看看 看到一定的程度了 接下來 部分的公司 例如說 太好 我今天要做一個非常快要寫實的東西 我今天交給你們 這時候你有一點一月的時間 這個時候其實他不會想說太好 我們今天一定可以完成到四天的領域 他只會想說 好 過去可以用四天的時間 現在的後兩月的時間 把它完成 或者是說 當他四天已經完成的時候 他不曉得接下來的東西 可能會還要那些事情 需要再加進去 這就變成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些事情 但是這當然也要回到設施設計本身的形態 他有沒有期確要求自己 在最有限的時間裡面 永遠都在度過自己上一次的領域 OK 那接下來 對我來講都是 我們剩一點點時間 我們趕快一點時間 或是期限的 其實就像馬車 在那個馬車裡面 坐的人已經是那個負錢的 OK 坐在前面披馬的 就是我們的主管 OK 告訴我們 要往哪個方向前進 而我們呢 就是下面那些馬 要努力的跑到 老闆可以賺錢的地方 OK 所以當裡面的那個負錢 或是導演 跑下來跟馬說 你要怎麼跑 或者是他要跑給你看 或者是你要向他怎麼跑 那你這樣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OK 所以啊 重點就是各式其實 發揮雪場 每一個人呢 就在自己的 例如說你今天美術 你就試著把自己的美術 發揮到更好 最好 程式設計 部分呢 就是把它做到非常非常 雲翼技能 方便使用 OK好 接下來 重點就是在於盤隊的做 我會舉那個最 黃光臨才找到這張題 這個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的手運設計師 已經告訴我一個故事 那告訴我說 國外通常來製作為一個 製作為一個暗示的時候 他們都是死鬼 他們都可以找到一對普通人 但是做出一個英雄的作物 但是我們台灣是喜歡找 超級英雄 但是只能做出一個普通的作物 這個並不是 不一定只是公司的形態 有可能自己本身的暗示的形態 所以呢 我只能說 三號團隊的工作 然後 不要去管別人在哪 我只能說 不要去管別人在幹嘛 我之前 剛回來談論的時候 我拿一些公司 那家公司的其中一個就是 最錯的時候 他會告訴老闆說 那個人為什麼一直在玩電動 我們心裡在想說 為什麼你有時間去管別人在玩電動 可是你的都已經做得非常非常棒了 OK 所以這個的話是 就是藉由參加公司的時候 給予一些感觸 他們針對他們自己的 自己的 遊戲 找到一個 最終該要發揮 或者把它做到最好的部分 然後把它做到最好的部分 OK 然後我最後再小小的分享一點的東西 雖然有些時間也知道 對我來講的話 遊戲最主要會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外檔 OK 美術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請示 程式的部分的話 又來控制的是 簡易操作與否 然後再來就是內海 我跟你講 決定的呢 就像是 他決定的是 玩家願不願意 繼續玩下去 我認為說這些 是應該要使用 才能做 讓他努力拿到最好的部分 這是我的 請各位分享一點點分享吧 謝謝各位